夺下亞運柔道金牌的 楊勇偉還有蓮真琳 在昨天晚間反抵國門 體育署特別前往機場大陣仗迎接 兩人還把金牌帶上 跟大家來分享喜悅 楊勇偉還特別把金牌 套在了哥哥脖子上 說能拿下這個成績 最感謝的人就是他的哥哥 而接下來要繼續備戰 明年的巴黎奧運 謝謝 大陣仗階級要迎接柔道雙金 楊勇偉 蓮真琳凱旋歸國 見到寶貝兒子們 媽媽把兩人緊緊搂在懷裡 終於見到家人 楊勇偉也很激動 上前擁抱台灣之光歸來 粉絲們死守機場 楊勇偉 蓮真琳也特別在 把金牌帶上 要和大家分享這份得來不易的喜悅 想要感謝的就是我的哥哥 不管他成為 在哪一個階段 成為什麼角色 他都是一直陪著我 一起努力 然後往同一個目標再前進 然後這一次能夠一起 見證到這驚奇的一刻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不管你未來以後 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都會一直在這位支持你 這面金牌 不只是給自己 26歲的生日禮物 楊偉還特別把金牌 掛在哥哥的脖子上 他最想把這份榮耀 跟哥哥一起分享 謝謝他這一路上成為他最強的後盾 我們這兩個金牌 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是我們整個樓道 一起努力下來的成果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樓道 13年的苦練 老將蓮真麟這一次也終於如願摘金 不把功勞往自己身上懶 蓮真麟說 這是跟團隊一起努力的成果 接下來 兩個人都會繼續努力訓練 朝著2024巴黎奧運的金牌邁進 加桃園綜合報導